这张各位看清楚了 这是哪一个国家 中华民国China 这是什么场合 联合国宣章的签约 联合国宣言 对 中华民国代表团签署联合国宣言 民国34年7月4号 出席在旧金山召开的国际组织联合国会议的 中华民国代表团成员 在联合国宣言签字仪式上 我国驻英国大使顾维军 也就是后来的国交部长 正在签字 后排从左至右 分别为会议总秘书长 阿尔杰西斯 大公报总编辑胡林 中国共产党代表董立武 中国民主社会党代表张军令 中国青年党代表李皇 签字的是顾维军 是顾维军的 曝東 参照 感谢观看